來 我來分享一個東西 我在那個 上個月來 2019年10月5號 拍這個那個黑蜘蛛的那個噴蠟 隨性不專業測試之後 現在是 12月15號 經過了一個月又10天 我們來看它的防霉效果如何 這次他們那個公司有 非常有良心 你們看白龍雪有嗎 隨性要來開箱 結果他們把一堆污子送 我也是送你們同學來參加節目就有 停了大概 一個月10天 在那個地下室停車場 那天下雨完之後 它都一直發霉 我沒有全部把它開出來 我都沒有去洗也沒有去清 它就是長成這副德性 你看這裡還有這個水垢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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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們來從這邊開始來檢視一下 你看這個車門 夭壽 這樣柔柔柔 我完全沒有插過 它整個 包括方向盤這邊 原本起來都會發霉 你去比對我之前那個影片就知道 整個這樣發霉 不知道在發霉什麼燒 有沒有 啊這個 塑膠做魚的部分 我也把它噴下去 有沒有 完全沒有那個 完全沒有那個 再長那個霉菌的感覺 沒斑啦 不然這裡都發霉 你看 安全帶那個時候 我剩餘的部分 也是有把它擦一擦 它後面這裡有沒有 這邊 非常的嚴重發霉 尤其是這個 我那時候還噴差不多兩次 那邊才乾淨的 那後面這邊 整個過來 尤其是這一面 這一面的部分 你看這邊 比較亮 那個時候我把它噴 噴兩塊 噴兩塊之後 這邊才變成多的油 你知道嗎 但是這邊我再噴 這裡比較黑 這裡比較痠 不然 不過這方便效果真的不錯 啊 因為那時候白龍雪就是 幾年前買了一罐有沒有 不然 放幾個檔沒用 我怕它過去 我就把它隨心 用一個不專業測試 噢 結果它的效果 好像令人滿意啊 然後它旁邊這個車門也是一樣 再過來 比較近的 這個側面也是 我記得那時候 現在也是很嚴重的 你看看 暈淨一下 這邊 我就沒有跟它擦拭 這裡也有噴到 我記得是這裡 然後 來看它 這邊 方向盤的部分 我剛剛好 這亮晶晶的感覺真的很好 啊因為我這個部分 是真皮的部分 因為有的同學怕說 那個什麼 對真皮 不知道什麼 副作用什麼 我目前大概噴一個多 目前看這邊是還好 但是時間長久 會不會過在那裡我不知道 對啊 我才會用外車測試 然後 所以主要是塑膠皮的時候 我在噴 我是比較不會怕 中船 中控 齁 中控台這邊 過來的這裡 還有這個 中安虎索的這裡 齁 你看 完全連生的一些 那麵都沒有 嚇到 簡易的今天拍這個 追蹤影片分享給同學 因為我看他們那個什麼 廠商真的有生意 又怕一堆要來送我的粉絲 我真的很感興 所以白龍學 特別再來做一個追蹤 那這個 安全帶的部分 以前地下停車場開起來的時候 那個煤板 齁 整條都是 真的用到今天很噁心啊 你看 大概今天 這個使用這一罐那個 黑蜘蛛齁 香水亮光噴到 那時候白龍學無心插流 把它測試一個月之後 這樣就是分享給同學 完全都沒有去擦試過 它的防媒效果是有滿意 然後亮光的效果 你們自己去評估啦 因為我都用我的車去做實驗 但是就是 有同學 會擔憂說 有一些化學藥劑噴到那個 真皮的部分 它到底會不會歸了怎樣 那我不知道 你們自己去問那個 廠商是有經驗的人 在那邊交流就好了 我只用我的車去測試 等一下 縮價培的OK啦 好 簡易分享給同學